英语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新加坡来了 新加坡 它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发音 第一个异扬顿挫的声调 That's why 新加坡人说这句话 是这么发音的 That's why咯 这样上上下下 第二 还有一句口头禅 G H E N 新加坡人他们特别喜欢中英文夹杂着说 尤其是在跟中国人讲话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华语表达真的没有那么的好 思考下一句话 中文说什么的时候呢 就会用 其实我觉得中文社交媒体还是很重要的 但我觉得 第三 他们会在后面加一些语气注词 他问你 诶 这个东西你还有吗 You still go me 另外呢 就是中式的表达去说英语 他问 这个门能开吗 这个门可以开门吗 这瓶饮料你打开的话 你就喝咯 有open有drink咯 把所有的这种中式英语和语气注词 全部都加到一起 That's why咯 You go me You open有drink咯 就是finafina go show 新加坡时间待了久了 偶尔也会跟他们学习 他们的话 入乡随俗嘛 这个也很正常的 来新加坡